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妍 我现在来到了二鸡万达 开车刚到这边我儿子就睡着了 宝宝 还有我女儿 我们现在要在这条街逛一下 开心吗 万达这条街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来了 没想到变得这么热闹 而且规划的特别好 刚从地下室上来 他们就被玩具迷住了 但是没有买 说两句又走了 就是看一下而已 因为不喜欢逛街的时候 带着一堆玩具 吃东西各种真的是超不方便的 这一家糖葫芦还挺火的 但是它每次都要一大盒买 太甜了 没买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 罗曼林冰激凌店 这一家这个冰激凌的背景真的是好好看哦 自门呢在挑选自己喜欢的口味 弟弟来 一人挑选了一个原味的 我吃一口了 弟弟 在这条二七斤街上走着就看到了奶奶的美食 最近挺火的 现在在排队中 我们吃点糕吧 好 小小的店里呢 有大概四五个人在忙碌 我都没好意思说话了 旁边的小姐姐 还有后面排队的人一直都在看 要辣不要 不要了 奶奶的美食最经典的 走吧 我们二十分钟来拿 还有玉米卷 这条玉米卷是用玉米卷 我穿着这一身吊带裙 蹲在这边吃着这些美食 瞬间一下子变屌丝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随意的接地气 然后在这条街上的中间呢 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 都是非常诱人的呀 又看到了之前特别火爆的孟婆汤 但是呢 我没有看到孟婆 这边的人呢 依然人流不减啊 然后呢 又看到了陈鹤开的咸和庄 这边人排队真多呀 当我返回到这条路线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孟婆了 好想喝到她的一碗汤啊 然后呢 我又打包了炒凉粉 还有章鱼小丸子 可是每一次来二七万塔 都是要来吃这一家 姐弟俩土豆粉 在我们广城区那一块呢 我没有看到在卖 可是有粉丝在说 我吃面的样子啊 真的是特别香 因为我每次一吃呢 都是一大盆 我特别喜欢姐弟俩中的土豆粉 跟刀削面两餐 特别的有味道 人家附近开了几家砂锅 面都没有他们家的味道 好不愧为连锁的 好久没有吃姐弟俩土豆粉 晚上九点多了 孩子还是想指一碗这个 他们马上回家了 听说这一家美妆店 东西便宜又好用 所以呢 我又进去逛了一下 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眼睛真的也不能 好好的挑东西 好难啊 下一次绝对不一个人 拖着两个孩子出门逛街了 一路吃吃喝喝 有点上火 然后呢 我又来到了书役烧仙草 打包一些葡萄芋圆冻冻 这个是孩子他们最爱吃的 玩了一天快不开心呢 你不开心呢 为什么呀 今天呢 到这样就结束了 我们快乐的一天 好了 我们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要关注我们哦 好拜拜